六龟宝来国中天籁合唱团前往南非 参加世界合唱团比赛 获得有伴奏民谣项目的金牌 持身一行人樊底高雄受到热烈欢迎 合唱团还在机场大厅高歌一曲 向支持他们的民众表达谢意 小港机场大厅上午涌入许多来自六龟地区的乡亲 有人护育着国旗 还有人穿上原住民服饰 他们全都是迎接宝来国中天籁合唱团的 街机团成员 高雄市教育局长范迅绿 明镇局长张乃迁 吉利法委员陈其迈也到机场热情迎接 和唱团师生一见到亲友能演兴奋笑容 大家一起在大厅高歌一曲 同学们还有我们的家长 还有这么多支持者 我们可以说 寶莱国中的梦想实现了 这个时候能够走上世界舞台 很骄傲的时候 我们来自台湾 来自高雄 这么美丽的声音 让世界认得台湾 由于寶莱国中 让我们全世界看到高雄 看到台湾 所以你们真的很棒 真的很了不起 所以在这里要特别来感谢大家 大家加油打击 其实这趟旅程 其实我觉得最重要的是 把我们布隆福 最棒最棒的声音 把我们最棒的歌谣 我们最好的八部合音 带向国际舞台 让全世界的人都能够听到这些东西 寶莱国中 招待合唱团歌声响应国际 这次前往南非参加 2018世界合唱比赛 最有伴奏民谣鼓唱目中 击败13子对手 获得金牌 成绩免免免贵贵 学校也一再肯定 教育局推动国际教育 不仅让孩子们能够登上国际舞台 也让这群爱唱歌的孩子 成为民族其实的台湾之光 港股新闻综合报导